大家好,中国的探月嫦娥5号现在已经开始了月面钻探采集工作 那么最新的视频也曝光了,我把这个视频链接放到下方 你点击我这个标题,点击标题,然后在下边会有一个频道介绍 那里边会有这个视频的链接地址,你可以看一下 那么央视也全程直播,我也看了 整个的一个采集现场,就在月球表面现场的采集视频,非常震撼 那常务5号这次的月球表面,采集将使用钻探和地表产土 两种方式进行收集 月球的资源,咱们简单来说一下 这次采样,这两公斤月球表面的土壤样本的价值 那中国这次采样呢,不同于美国 1969年和前二年,美国通过阿罗载人飞船七次 有六次成功,带回了382公斤的月球土壤 苏联在1970年到1976年,用无人探测器从月球取回了301克的月球土壤 这次啊,这个月球的这个任务,嫦娥5号降落在月球的叫 越海风暴阳北部,呂姆克山附近 这是人类从未造访过的地区啊 那这一次采样,这一次采样的这个月球表面的土壤将是 苏联和美国都没有的 它的经济价值主要是水冰,还有亥三,还有稀土 美国的航天国家航天局,NASA的现任局长叫吉姆·布里·登斯廷 他去年7月曾经表示,从月球采集稀土金属将是本世纪成为可能 将在本世纪成为可能 那80%的美国的稀土要靠进口,而且主要来自中国 那一些稀土金属是电子设备,电动汽车,电池,军事装备 制造中不可或缺的原料组成 因此被释有战略意义 那如果月球采矿近期还不具备可行性 但是如果在月球上大量开采稀土 那地球上这些稀土,稀土能源这种争夺 在地球上这种稀土,这种争夺 将不再是唯一的重要资源 那这个月球你可以看到关系到美国 关系到中国,还有关系到这个稀土争夺战 这是第一大看点,我之前讲过稀土 月球上稀土是非常多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水冰 最初可能要在月球表面寻找的重要物质就是水冰 那月球表面下土壤中冻结的水就是这个水冰 它隐藏在陨石坑里边 阳光照不到的永久阴影下的水冰 阳光永远照不到,所以非常寒冷 那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已经凝结成冰的水物质 那这样将是非常重要的啊 因为你可以把水转化成火箭燃料啊 为返回地球或前往太空的其他地方提供动力 也可以用来在月球上维持生命 有水,人类就可以维持生命 另外水可以氧和氢 分解以后可以提供燃料 那么很多的这个国家还有私营部门战略设想啊 都认为是从月球啊 重力水平比较低的发射这个火箭 比从地球发射火箭去升空啊 去太空探索更节能 那么除了这个水冰以外啊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金属啊 金属是在这个月球表面探索的一个重点啊 很多人觉得金属就属于稀土嘛 不光是稀土啊 稀土因为它很少量 它只是一种催化剂 是炼造合金炼造钢的时候要加一些 可以使这个性质变啊 可以使它的这个性能提高 但是它并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还是寻找这个金属啊 你比如说什么呢 铝还有钛 那如果在这个月球表面发现了铝还有钛这种金属 那它就可以啊 太空建筑材料可以使用 特别是钛 地球上钛非常贵啊 如果在月球上发现这种钛的矿 那在地球表面建造这种轨道 在月球建造这种加工厂 加工完了出来这个钛 啊 核金产品 然后可以运到哪 运到太啊 地球和这个月球之间的这个轨道 建一个钛合金或者是钛铝合金 或者是铝合金啊 总之是 金属的这种轨道器 那就会在地球的轨道上 摆脱什么 摆脱你把这些金属用非常高的成本 运输到地球轨道这个这个费用 其实大量的其实太空发射的费用都消耗在哪 摆脱地球引力 大量的成本 大量的这个火箭发动 另外的燃料 消耗的成本都是在这个摆脱地球引力 如果你从月球发射成本很低 而且它有金属现成的 那这些重的非常重的金属 到了地球轨道以后 它可以在地球轨道环绕 然后建成什么 建成一座城市也好 建成一个太空站也好 成本非常低 另外呢 就是氦三 我之前讲过啊 核聚变燃料氦三 氦三在地球上储量非常稀少啊 早期的月球探测结果 估计啊 月球浅层的氦三含量 已经可能多达上百万吨 早期的探测 已经发现氦三上百万吨 而这个氦三是核聚变的燃料 你想想 那在月球上建的基地就不缺能源了 至少电力是充足的啊 那核聚变是未来啊 因为如果你想在短的时间内 从地球到达月到达火星啊 月球上可能开采的矿物之一 氦三能够支持这样的核聚变 那这样的发动机啊 核聚变的发动机燃料提供了 另外月球基地火星基地能源也提供了 从月球上开采这个氦三 到达火星建立这个地球的这个啊 地球人的基地 那这个月月球上的氦三可以给火星上的基地提供啊 无限的能源和聚变 你电力有了有了电 大家知道啊 有了电 你很多工业 很多居民区啊 火星上的就就有了那个能源了 人类就可以在里边生活了 所以你要知道啊 这个月球这个探索啊 为探索火星也是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而且最主要是能源支持 核聚变 如果你能发展出啊 即使使用机器人也能开采矿物的能力啊 这本身啊 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国家极其有益 那未来机器对吧 有了电 有了机器 机器人可以在这个上面进行劳作啊 进行开采 那就自动化了 自动化以后呢 这种开采将是加速的 这是未来了 那中国呢 我再讲讲中国未来的这个火星计划 和未来的这个月球啊 登月计划 火星咱们将 应该是在下半年啊 不 应该是在7月份 明年 明年的7月份 应该是在下半年左右 应该这个火星探测器 可能就要登陆火星了 着陆了 着陆了 所以这也是中国未来的一大看点 我也会关注着 这是火星认识啊 中国也会逐渐在明年吧 会 因为这个火星发射器不已经出去了吗 现在正在奔向火星啊 大约是7个月 所以 预计应该是在明年啊 明年的 7月份 或者是明年的 下半年 找一个时间 它会降落在火星表面 它不是到了火星 马上就降落啊 它会绕一段时间 先观测一段时间 然后再降落 择机 所以咱们到时候会看到啊 中国 登陆火星 首次在火星着陆 和这次在月球上一样 那么月球基地啊 月球离咱们近啊 月球这个基地 中国已经拟定了登月的计划 还有建立月球基地的初步日程了 我把这个事给大家说一下 中国2030年作为载人登月的目标 2030年 10年以后 要载人登月 2030年呢 是载人登月 2021年到2030年 要建立一个基本的啊 基本形的月球啊 科研站 这10年要建一个科研站 那在2036年到2045年间 要建成综合型 可供人类驻留的月球基地 436年到2045年 这个期间要建月球基地了 其实也很快啊 美国呢 他也有自己的计划 咱们就不说了 俄罗斯实际上也有相应的这个月球探索计划 我觉得中国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节奏 逐渐逐渐完成啊 月球的探索 中国呢 十年之后要登月啊 人 中国人啊 中国这个 这就是载人登月了 我觉得会比美国啊 这个 70年代那次阿波罗计划登月 还要宏伟啊 这一次中国可能会配备首先啊 机器啊 肯定会有一些机器啊 留在火星上 然后长期在火星上进行运作 比如说机器人 机器车 长期的 或甚至一些电动的啊 电动的一些设备 啊 这回人去了以后 人回来了 但是设备还要留下 那这次 中国这个登月 可能不同于美国啊 登月完了结束以后 人也就撤回来了 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机器 而这次 我觉得到30年中国的登月以后 会留下大量的机器 自动化设备 那这次登月将是非常 我觉得非常震撼的 美国想要赶在30年中国之前啊 但是我觉得 还是看美国和中国这个竞争吧 我觉得这个竞争是好的 如果美国能提前登月十年啊 十年以后嘛 中国要登月 他在十年中提前登月 那咱们也可以看一看 对吧 那美国有没有这计划 有没有 咱不知道 现在反正看这个政府 倒没有公布 那如果中国登月以后呢 大量的开采出来 这个刚才讲的月球上 这些能源 其实对人类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说啊 这个人类应该合作啊 应该合作 如果这个合作 你想想这种开发速度 这种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了不起 但人类现在很难啊 各自都有各自的计划 那你也可以看到了 中国呢 在这个 月球表面啊 选择这个区域 应该是未来中国建立 中国月球基地的一个大概位置 你可以看那个月球正面图 大概就是在那个位置 呂姆克山附近 中国可能就在那个平原 要建自己的基地 那这次我也给你公开了吧 他在这取样 取样的目的是 首先看着看地质 它里边到底土壤啊 还有这个 有用的刚才讲的这个金属元素啊 到底它的成分 那中国未来建这个基地 一定要 一定要什么 第一安全 第二呢 要有资源 资源离得太远 那个矿离得自己太远 我开采起来飞机 所以你可以看啊 这次探索 其实是选址 那如果这次开采出了这个样品 中国回来测验 哎 非常满意 那就在这了 整个一个大平原 两千多公里啊 你想想两千公里 这个大平原 中国就在这开采了 中国就在这扎根了 建基地了 两千公里啊 你想两千公里是什么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面积啊 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应该是从 从南啊 从南方 我现在想应该从广州了 广州一到北京 两千多公里吧 那我之前开车去 那就像那北京 是吧 北京到广州 广东这个局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整个的一个 对吧 大概的一个疆域 那你想这么大一个面积 中国就在这开采就完了 而且这么大一个平原 驴母和山附近 那我建了个基地以后 对吧 非常平坦 而且他他那 我要的这些资源也都有 这你清楚了吧 所以这一次是探路去了啊 主要看这个周边的这个能源 还有这个能源嘛 亥三啊 它的存量 另外就是金属 主要是找到金属 有了金属 后续的这个机械加工 在当地加工出来这个 金属 金属的这些结构 都可以了 那很简单了 到时候拼装就可以了 这都是未来的计划了 所以这个第一步啊 开采这是第一步啊 我觉得非常重要 你也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啊 非常震撼 我今天大概就把整个未来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可能有的不太准确 有的不太详细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你从今天视频你可以看啊 各个国家都在进行自己的月球计划 有能力国家已经开始 就是开始已经选址啊 准备建立月球基地了 还是这个国 世界上很多国家 还是要比国力的 有些国家想探索月球 但是呢 它没有这个能力 中国把这个基地建完以后 那很多其他跟中国 有好的国家 比如说有像有些 是吧 世界上有些愿意跟中国交往的国家 中国这个基地可以提供给你们啊 你们可以到时到月球上去 开采啊 或者是进行科研呢 我们可以提供你提供场地啊 对吧 那中国这个 其实也是啊 也是给全世界 跟中国友好的国家 提供的这个场所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 为几十年以后 你再看今天啊 这一个钻探 这一下去 意义非凡啊 意义非凡 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纪念啊 值非常值得纪念啊 12月1号